大家早上好,现在早上的七点多 我们是六点半钟的时候被敲门声敲起来的 挺好的,早睡着起 我们现在正在做回国前的闭房隔离 我们从一个世外桃园,感觉是一个人间仙间的地方 然后搬到了一个200多块一碗的酒店 会不会有落差,然后我们会在隔离期间怎么去度过我们的时间 当然我看到了很多同胞在隔离群里面 因为工作上的一些怠慢和不满意 但我觉得互相体谅一下吧 每天他们接触那么多的航班,那么多人次 需要去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大家尽量克服一下 就像我们虽然餐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沟通 没有办法,早餐送过来都是带猪肉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吃,但是我们会在隔离前做很多准备 好吧,大家体谅一下 选择回沙特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们要回国的困难系数和要隔离的周期都已经预算进来了 所以心理上的落差没有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隔离 所以还好 打个比方说,饮食方面如果我们沟通一次两次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我们也不会带着很多抱怨,因为人太多了 带着大家看一下我做了哪些准备好不好 主要都是一些吃的,正好这几天可以休息一下 这边的网络不太好,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直播 跟大家聊天 晚一点我会再试一下 好吧 无聊吗 无无聊 还好 还好 休息一下 露露 太近了 就很好的一个亲子时光 大家就是无间隙的这样子相处 关在房间里面四天三晚 然后回国可能也是七天吧 回国也要关七天 问题不大 我们之前连续十四天都过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准备的还算充分 就三天嘛 避忘隔离的条件是有点差的 但是还好我们提前做的准备比较充分 吃的东西很充分 还有月饼 点心 红茶 火炸 然后烧咖啡和那个红茶的糊 我们都是随身带的 不管是我婆婆走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一套 还点了个城乡 对于那种离不开城乡的人来说的话 这种城乡出门带是比较便捷的 大龙还带了个小米 就是肉肉可以看他想看的节目 不然的话真的小孩子太难过了 肉肉的玩具全部在里面 跟他带了一包啊 选择性的带了一包 现在做核酸检测 应该是我们进来的第一次 很乖 很乖很乖很乖 真棒 习惯了是不是肉肉 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安排 随时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接受一切变化 好了 散会